大家好 我是Alesha 加拿大政府註冊移民顧問 今個星期的移民消息 跟大家分享一段消息 以及編輯了2022年的總結 以及估計2023年的趨勢 第一段消息就是 最近有些國內的客戶拿到研究註冊很快 一個星期之內就拿到 我做了研究 原來有一個叫做 學生編輯的課程 是給14個國家 IRCC還有IR系統 Promise 20天之內一定會出學生簽證 這14個國家 先說亞洲 包括中國大陸 中國、越南、菲律賓、印度和巴基斯坦 南美洲都有4個 然後有2個非洲國家 加勒比海有2個國家 很可惜香港和澳門 不納入中國這個類型 香港的客戶一定要通過 平常的系統 都是8至10個禮拜 如果你是中國大陸的客戶 就約20天 用AI系統 但我們有個經驗 兩個應用程序 一個禮拜之內便可可可可 第二篇消息 就說一下Express Entry CRS的數目 總結一下 2022年 大家都知道 是2022年的7月6日 IRCC 就寫了Express Entry 包括Provincial Nominee Canadian Experience Class 和Federal Skill Worker 加拿大經驗和技術移民 由2022年的7月6日 第一次抄是557分 一直跌到2022年的11月23日 最後一次 第20次是491分 總共跌了10幾分 我們猜不猜到將來會不會繼續這樣跌呢 其實是挺難猜的 因為有個BC19 BOC19 這是什麼來的呢 我們以前都說過 這就是2023年 給加拿大移民部長 有一個很大的權力 他可以發一個特別的通告 譬如今季這個櫥 我只是拿一些廚師 不管廚師的分數是多少 這一季這個櫥 只是廚師或者是廚師 2023年是Effective的 Bill C19 我們就挺難估計 這個CRS score 在抽獎會不會繼續下跌呢 最後一段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2023年的走勢 先預測一下 第一個我們猜 背後的應用程會會繼續跌 因為IRCC獲得8500萬的預算 請了2521個新的官員去調查 2022年已經看到 它是滯後的應用程會 已經減少了40萬個了 2023年的 Immigration Target 四個Category Express Entry 就是Target是82800個 省提名計劃 Provincial Normally 就會10萬來5500個 Parents and Grandparents 就是祖父母和父母 Application 就會增加到28500個 2023年的目標 家庭配偶的擔保移民 就會去到78000個 我們看到的Trend就是 Provincial Normally 現在已經追過了Express Entry 有20% 我也說過 2023年 一直到年尾 國際學生 以往他們每個星期 只是工作20個小時 2023年就沒有這個限制 他們可以做Full Time 一直到2023年的12月31日 因為加拿大有100萬發工 是每天去做的 大部份是餐飲業、旅遊業、服務性行業 這星期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裏 下次再見 拜拜